而体育教练来关注是西班牙的网球好手纳达尔 因为饱受伤势所苦 所以宣布在11月的台维斯杯之后 要结束他的职业球员生涯 亲口说出这番话 不知道让多少球迷震惊再震惊 这两个年纪很难 尤其是这两个年纪 纳达尔这几年饱受伤势所苦 去年就曾暗示过可能今年赛季结束后退休 11月代表西班牙参加台维斯杯赛后 就正式高挂球拍退役 曾经拿过14次法网公开赛 难担冠军的他也遇过不少可敬的对手 费德勒一得知他要退休 就连PO好几张合照 说一直期盼这天不会到来 也谢谢你创造的所有经典时刻 乔科维奇也发文称赛纳达尔是推升自己到极限的对手 而他们三人连同英国球王莫瑞 也被外界称为是网坛四巨头 今年38岁生涯共赌的22次大满冠冠军 影响后辈跟收获不少粉丝 虽然满事不舍但光荣隐退 球场因此不会抹灭 TV宣传权 江北军 海外到 好 今天的体谈时间 很多人这两礼拜非常想念的雅力哥 今天终于回来跟大家见面了 欢迎雅力哥 上礼拜有三拖儿 不过这个礼拜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了 姜容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纳达尔真的是震撼蛋 不过我们回顾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可以说是拿到了非常多的荣耀 我们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这边帮大家整理 请雅力哥带我们分析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 他拿到一定会有退役的一天 只不过这一天真的到来之后 就像刚才看到那条新闻在里面讲的 很多人还是觉得蛮震惊的 而且听到他这样的诚恳的这样发言 说实在的也蛮心碎 对于很多志他的球迷来说 他其实在15岁的时候 他1986年出生 他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转职业了 2001年就转职业了 而从2005年他拿下 他第一个大满贯赛的冠军 也就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之后 一直到他最后一个大赛冠军 第22座大满贯赛冠军 那是出现在2022年的法网 他在法网总共是拿下了 14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南南冠军 这不仅是这个史无前例 我觉得后面可能也很难有来者 因为难道 大家讲到红土之王 那西班牙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出产过非常多的网球 尤其是红土方面的好手 但是拿到确实里面最突出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他在Roland-Gueros也就是巴黎的法网的那个举行的场地 这么多年的一个参赛生涯 他在光是在法网他就已经拿下了112胜 他总共参加了有116场比赛 这116场他总共只有输掉4场 我们想到在四大满贯赛里面 你要一路能够从第一轮打到最后拿下冠军 你要连赢7场 这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难道居然能够在他这么漫长超过20年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 能够拿下过14个法网的冠军 而且在法网的一个胜率 112胜仅仅只有4败 97.1%的这样的一个胜率 的确是我觉得以后 真的很难有人能够复制他这样的一个成就 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 来到在这超过20年的时间 跟另外两位Big 3 包括了已经退休的这个Roger Federer 还有现在还是现役的Djokovic 这三个人 还有另外也已经宣布退休的Annie Murray 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感动 而且这个时代 他们不知道是激励了多少人来参加网球这项运动 其实讲Big 3之间的一个交手 Nadel跟Djokovic之间 他们两个人总共生涯交手过60场比赛 这是网球进入到公开化年代以后 最多场的一个交手记录 那当然跟他的好朋友Roger Federer 两个人也有40场的一个交手 所以过去这20多年期间 Big 3这三个人 一个拿了20座大满贯 Federer 那Nadel拿了22座 那Djokovic拿了24座 那总归一句话真的 他现在退役了 我们希望他有一个新的一个退休的一个人生 不过也真的要非常感谢这20多年 那这三个人还有其他球员带给我们的感动 是带给大家很多美好的回忆 那另外两位其实有发文祝贺他啦 就是时代的眼泪三个人彼此之间也是这个相知相惜 心心相惜对 那我们再来看呢是这MLB的季后赛 很多人说大谷翔平也有这一面嘛 一直以为他是好好先生 不过这场比赛好像被触杀就有点生气 好像还飙了脏话 那接下来的这个第五战要决生死 会不会跟他的学长打比手有来正面对决的 的确明天在台湾时间礼拜六早上八点钟 道琪跟教师队就要打这个一战定生死的分居系列赛第五战 那我们知道大谷翔平过去就像这样讲 很多人觉得他是温和有礼的这样一个乖乖牌 不过例行赛跟季后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到了季后赛啊 你真的明天的比赛一定会有一对就提早放暑假 那大谷翔平在前一场比赛 那因为看到对方打输安打 那可以很有可能让他自己可以跑回本来得分 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球好死不死 打到了塞雷省的一个手上 也让对方的守备球员有机会啊 把球捡起来回传到本来 大谷翔平自己不知道 他是回到休息区之后 看了iPad上面的一个重播镜头 哇他就是忍不住啊 就标出来的参化 就是我觉得说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运动员尤其职业运动员 他们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 好顺心 球顺心了 那当然美国之双大联盟 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 礼拜六礼拜天啊 打完最后两场的美联 跟国联的分区系列赛之后 下个礼拜开始就要进行 两个联盟的联盟冠军战了 那当然杨基队今天赢球 已经率先闯进到了美联的冠军战 而国家联盟这边大都会 今年的大黑马球队 也已经率先取得国联的门票 那就现在看看明天 礼拜六到期跟教室 谁能够抢下国联另外一场冠军战门票 另外美联这边 今年另外两只黑马球队啊 黄家队还有老虎队 这两只年轻的球队 哪一队可以来跟杨基队 来争夺世界大赛冠军 很多人都在讲啊 就是说今年季后赛 如果可以看到 美国东西岸的两大豪门球队 杨基 如果能够对上西岸的 新邪恶帝国 洛杉矶到期的话 那的确是非常非常有看头 不过明天的到期队 得要先得过得了啊 这个教室队打笔学友 这一关才行 而且明天 到期跟教室 两边先发投手 是这个山北游升 还有打笔修友 这也是美国机会在史上 第一次这样的日本 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武士对决 我觉得明天早上八点钟 应该会蛮多人 早起来看这场比赛 是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等一下看到我们的节目 早点睡 明天早上呢 还有精彩的比赛要看 那再来看这个是呢 这个世界棒球十二强赛 我们的这个大名单出炉了 那先来看日本 有人说啊日本的这个名单太漂亮了 是史上最年轻的这个队伍组成 反而觉得中华队好像有一点点可惜 包括张玉成啊 好像都这次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 的确啊 现在在这十二强啊 各国这两天都已经都公布了 他们这样的一个名单了 我们知道 世界十二强赛 从下个月十一月十号开打 那当然在台北大巨弹 也是十二强的一个比赛场地之一啊 那我们在大巨弹要先后面对 日本南韩古巴澳洲 哇这些还有多米尼加这样的一个强队 那上礼拜公布的二十八人名单 其实受到蛮多蛮多的一个讨论 就像加勇讲的 国防部长张玉成因为受伤的关系 没有办法打 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那在我们今年中华职报 卫泉龙队的徐若熙 那这名少年抢头 那也因为可能刚动完刀 第一个复出的赛季 卫泉龙队球团继续保护他的原因 也保留他 就是让不希望他来参加十二强 所以那这一次二十八人名单 其实蛮多人就觉得说 啊我们没有能够派出来 最强的一个阵容 那当然是顾及到老中青三代 都有人入选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呢 哎我们现在十二强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赢球吗 还是要培养新的年轻选手 因为说实在的 在这一份二十八人名单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 算是已经超过三十岁的 老将等级的一个主力球员 在经过一整季 超过一百二十场中华职棒的比赛之后 你十一月还要打十二强 这其实对于体力上的消耗 负荷是说实在蛮大 你刚才也讲到了日本队 他们这一次没有征召旅外选手 日本队这一次完全是以 日本职棒的这样一个精英球员的组组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球员 你刚刚提到 他们这次最年轻的日本国家武士队 他们平均年纪多少 25.7岁而已 那当然他们没有 他们的棒球实力够强 即便这么年轻的一支球队 我觉得到台湾来 还是能够 我们知道上一届 2019年日本是12强的一个冠军队 那这一次派出这样 虽然是年轻阵容 但是我觉得连霸的呼声 还是蛮高的 那我们只能希望就是说 我们希望中华队这一次除了能够 希望在分组B组有好的成绩之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让年轻的球员 那透过这些国际赛洗礼 有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因为毕竟以12强的一个赛制 那12队分成AB两组各6队 只有分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四强 我觉得在即便这一次台北大巨团举办12强的 这样的一个预赛的一个循环赛 不过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华队来说 要打进前两名难度其实是蛮高的 不过到时候这种短期比赛其实很难讲 还是要替中华队来好好加油打起 是帮中华队加油啦 那再来看呢 这个是桌球的牙锦赛 其实我们这次在男团闯到了金牌战 但对上魔王中国大陆 那不过我们有一位这个很年轻的小将 才21岁上演了一个大惊奇 他呢在关键第三点呢 是击败了中国世界第五的好手梁敬坤 也被看好说可以接棒这个装置员来参加奥运 台湾桌球男团10号在亚洲桌球锦标赛金牌战 虽然总点数1比3不敌中国队 但21岁小将黄彦成 在林荣如高成瑞前两点失守情况下 面对世界排名第五的大胖梁敬坤 演出惊奇经历五局大战后逆转胜出 黄彦成目前世界排名第70来自桌球世家 爸爸黄博明是桌球教练和裁判 妈妈张秀娟也是桌球国手 本届甲锦赛台湾男团四强战 以直落三强势横扫印度晋级决赛 遭遇大魔王中国队 第一点由柚子同学高成瑞把关 但面对世界第一中国球王王楚清 最后以9比11 5比11 6比11丢掉 没抢下开门红第二点 林荣如的对手也不好打 是最近刚爬到世界排名第三的 中国19岁星星林诗洞 苦战四局最后人吞下败仗 关键第三点小将黄彦成 一肩扛气交手世界排名第五的梁敬坤 以11比7先持得点 后两局虽被对手引走 最终以11比913比11胜出 不但为中华队保住一线生机 也为自己拼出荣耀 虽然黄彦成为台湾男团扳回一城 可惜第四点零如对上王楚清 所以一度以2比0领先 但后面却输三局遭到逆转 最后台湾男团拿下银牌 也是连三度在亚锦赛多赢 TVB的新闻你就是武警台北 请教亚历哥你怎么看 我们上演的这个大惊奇 那另外这个亚锦赛里面也有包含 其实另外一个爆冷 就是世界球王王楚清 他们的男团他竟然呢 这个爆冷输球了 对其实这一次的亚锦赛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台湾桌球的一个希望 因为这一次我们知道桌球教父 庄志渊还有我们的女将郑宜静 其实这两位老将都没有来参加这次亚锦赛 那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柚子同学 也就是这个高成瑞 还有这一次爆冷击败 中国世界排名第五名这个大胖 梁静坤的黄彦成 我这场比赛其实真的很好看 虽然刚才大家看到新闻 那我们连续两届打进到亚锦赛决赛 但是都输给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的实力非常强 那黄彦成其实他世界排名是在50名之外 虽然在百名之内 那柚子同学也是一样啊 就是高成瑞 那加上林云如 那能够在第三点 因为在大陆这边中国这边 他们在冠军赛是势在必得 他们觉得说有可能会直落三 就把台湾给做掉 结果没有想到在第三点 世界排名第五梁静坤 竟然在两个赛末点 没有能够拿下情况之下 遭到黄彦成的逆转 最后的决胜级第五局 13比11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 黄彦成是赢得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未来即便在少了 庄之渊的一个情况之下 19岁的高成瑞 21岁的黄彦成 23岁的小林同学林云如 我觉得未来这几年 还有刚才这个桌球 这个秘书长有提到的 另外冯一新 这几名年轻的球员 我觉得未来可以真的是 扛起我们中华队 未来的国际上的一个竞争力 那另外讲到这一次的 这个牙锦赛的女团 日本竟然是靠着张本美和 大家都知道 她的哥哥是张本智和 他们两个人都是原本的中国人 北京人 但是后来转集到了这个日本 那是在日本长大 那张本智和这几年 当然在国际赛上有很多次打败了 包括这个大陆一流好手的一个经验 现在妹妹才16岁 没有想到竟然就带领着日本 你知道上一次日本在牙锦赛 要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吗 1974年 50年前的事了 所以对日本来讲 能够拿下这一次的牙锦赛女团冠军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是一个历史性的光荣的时刻 那另外呢 最后再来看是NBA的新赛季 很多人说终于看到这个父子同台 LeBron James 这个画面很梦幻 那有人说好像儿子是不是好像有点怕怕的 不太敢进攻 是不是面对这个比赛可能压力还是有点大 我觉得能不能成为 我们知道NBA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篮球联盟了 当然新赛季 最近这两个礼拜是在打热身赛 10月23号开始 正式的一个新球季开幕 那一天只有两场比赛 胡仁在主场来面对辉廊 另外上一届的总冠军队赛尔提克 那则是要面对东区的一个大市场球队 纽约尼克对 讲到LeBron James跟他的儿子 Bronnie James 父子同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完全炒热了整个开季前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职业运动就是要话题 那Bronnie南加大只念了一年 然后你要说他是靠霸组也好 怎么样也好 至少他现在是一个NBA球员了 能够靠霸是幸福的 当然在今天 LeBron James也有出赛 在面对公路对字母哥的比赛当中 他上场了6分钟 出手了4次结果全部没有命中 今天他爸爸得了11分 那总共现在Bronnie在热身赛打了3场比赛 加起来上场直接36分钟 但是仅仅只有得到2分 很多人就在讨论说 以他这样的一个水准真的可以达到 在NBA这样的一个竞争 这么激烈环境中升等下去吗 那当然开幕战刚才讲到了 胡人在主场赢在灰狼 现在很多人就在讲说可能在开幕第一周 就是让Bron James跟他爸爸完成父子同台 因为NBA过去从来没有父子同台 这样静静的一个经验 所以可能在第一个礼拜就是 大家把胡人说票卖完了 然后票房有了 因为11月他们的所谓小联盟 G League就要开打 我觉得在整个Bron James很有可能 就在11月份就会被下放到小联盟去好好的磨练了 那当然另外两张图我们也讲到星球季的一个展望 维妈亚马 哇上个赛季 这个24岁的法国中锋拿下了年度最佳新秀 而且史上第六次全票拿下年度最佳新秀 维妈亚马在上个赛季送出了254个火锅 是NBA第一名 那今年找来了这个Chris Paul来跟他联手 我觉得今年说马次要马上能够打进到气候赛 可能难度还是蛮高的 不过我觉得Chris Paul的加盟 可以让维妈亚马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另外我们亚洲球员172公分的何村永辉 现在我觉得也是跟Bronny一样 希望能够在开季的时候 留在曼芬斯灰熊队的先发名单 在今年巴黎奥运还记得吗 何村永辉队法国队地主队 拿下29分 这位日本的小巨人 让法国在巴黎奥运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直到延长赛他们在击败日本队 对 我觉得何村永辉会挑战NBA 真的大家要替他鼓掌加油一下 是 好这几位新秀的表现呢 请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今天非常谢谢家里哥 谢谢佳蓉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